天殺故事, 命中傷害 你的時辰八字與上日不同 你出生, 陰殺之氣極重 你這條命, 終於無二中一生孤獨 因為, 你明明白天殺故事 英雄 說英雄的縮頭毀爛出來 拍得好的電影, 仍然是很會受觀眾的歡迎 非但可以將觀眾拔回戲院 亦可以提高他們對港產片的興趣 作為英雄這本漫畫 其實是我從小開始 劇配伴著我們的成長 這個是馬榮成不下 令他成名的人物 他是一個悲劇人物 因為他是天殺孤星 中華英雄那時看 就覺得誰做呢, 角色真是好看 但沒想過自己有機會做到這個角色 剛好做, 他生出來的就是做 那把頭髮都是做華英雄 馬榮成他看到都說 這個簡直就是我筆下的華英雄 我覺得經常最難做 就是中華英雄那個神情 那種淚氣 跟他合作是很好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我就是做這個華英雄的兒子 就是華劍雄 我收過這個角色 是我用三年來 雖然不是很多戲 但是第一次這樣查 無敵 是在漫畫書裡 據調查 他是一個多得人喜歡 一個亦正亦邪的人 當然辛苦 我們不能脫衣服 就是他下雨後就在那裡 我就不明白 就先拍到我那邊 一邊有些風刺 然後黃初生就好像來游浮 那樣, 努力一點 整天都拍不到他 又被他吵吵吵 又是日本人 多像日本人 然後翌日 我就拍到他那邊 到我 怎樣 幾十歲的人 這次中華英雄那個特技 那個製作 跟上次最大的不同 是我們相當注重視覺效果 我們在製作的過程裡 就要加很多新的設計 比如伍術陽那場戲 我們會用金木水火土 那五樣東西 去增加伍術陽的每位角色裡的性格 我們這次會用了一個叫做Digital Stunt 我們找鄭伊健做一個Cyber Scan 把鄭伊健的面部 身體和頭髮的結構 把它放進電腦裡 我們就可以令到他們 在一些實景上 飛得很遠很遠 怎樣飛都行 我其實很想加很多情感上的東西 因為這次拍戲期間 老婆大肚 如對劫如就是大肚 快生 那種感覺是你很投射自己 那樣東西 你會進入很多東西 這件 我有小孩的心情是這樣的 這次有了這個生生命的誕生 我這三樣東西 其實更加慘 就是一夜之間失去了子女 和老婆 那樣東西 很心痛 我很想這件在戲裡面 能夠投射出這種所謂生離死別 你應該會不會 《中華英雄》多了很多新的設想 導演和特技工作人員 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 因為有了上一套片的經驗 所以越拍越純熟 經過去年風雲之後 我們將我們的經驗 放到《中華英雄》那裡 希望下一次再拍其他的電影 或者其他的電影故事 再有機會再由一班人去做出來